美国正加快建造更多的弗吉尼亚籍攻击核潜艇 这型潜艇有哪些需要提防的地方呢 曹老师 那么这个目前弗吉尼亚籍的核潜艇 它是要接替就是它的上一代 它就有几个重要的指标 第一个它的隐蔽性要更好 第二它的这种打击的能力要更强 同时还有多功能性 所以我们看到弗吉尼亚籍的核潜艇 在建造过程中要不但能够适应深海大洋的这种行动 还要能够适合潜水区的行动 还要能够和水下的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对接和联合使用 这样就使它的这种细气化程度和它的这种自动化程度 就是大幅度的提升 它的打击能力除了常规的533毫米的鱼雷发射罐以外 它还专门加装了垂直发射系统 搭载了巡航导弹 它的这种就是打击的能力当然也就更强 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潜艇 一个是要发挥自己的长处 也就是我们常规潜艇比较多 因为常规潜艇的体量小 静音性能好 适合在近海防御作战 我们要通过就是水面上的这个舰艇 还有空中的反潜巡逻机 以及水下的常规潜艇 形成一个合力来对美国啊 就是弗吉尼亚籍的这种潜艇呢 来进行防御 那这样的话呢 我想呢就可以形成一个立体的防杀网 可以有效的保卫我们国家的 这个海上方向的安全 主持人